爱曼快速报 站在曼谷看泰国 没有加关注的朋友请加关注 6月1号泰国报道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30例 分为境内感染2209例 其中包括各地监狱主动检测发现77例 其他境内感染2132例 境外输入21例 新增死亡38例 累计死亡1069例 死亡率0.66% 重症1236例 使用呼吸机378例 曼谷市场下令推辞35类经营性场所复工 根据泰国中华日报6月1日报道 曼谷市发布了第31号市场令 继续推后全市35种经营场所的复业时间表 新西叶时间为2021年6月1日至14日 这是一波三折 昨天宣布要放开 今天就有市场令 近期 郑大等多家雇佣大量工人的工厂出现了群积感染事件 以至于被迫停业整顿彻底消毒清洁 这也证明现在的疫情依然严重 郑大支持国药等替代疫苗行动 朱拉疫苗本月进行人体测试 中华日报6月1日报道 泰国政大集团首席执行官谢荣仁先生正式表态 支持企业为员工采购辉瑞国药等替代疫苗品种 作为政府主打的阿斯利康疫苗 因交付时间迟迟未定 使得巴育政府面临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谢荣仁先生认为 随着上月此食品药品局批准 莫德纳疫苗使用授权后 紧接着朱拉棚医学院又得到了 单独进口中国国药灭活疫苗 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 让民营企业看到了尽快获得 进口疫苗授权的可能和机会 这样让有条件的民企能够尽快为员工 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工作环境 确保他们在感染病毒后的健康危险性 能够降到最低 甚至能够免疫 内阁正式批准1400亿经济计划 根据中华日报6月1日报道 在今天采取的视频会议上 内阁通过了财政部提交的 总规模1400亿泰铢 包括四项措施的新伊朗子院主 和刺激经济计划 泰国央行行长塞塔普 则在最近一次的公开研讨会上透露 泰国经济复苏应该推迟到 2022年第一季度稍晚一点 疫苗接种缺乏明确的时间表 经济结构性问题 有一些脆弱的中小企业生成状况问题 今天的泰曼快速报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